日本当地星期一早早6点58分 30重工H2A火箭 在总指导太空中心吉顺发射场 踏在希望号顺利升空 对于之前的条件不理想 发射延期多日 希望号能不能够成功执行任务 也都要等待一段时间才知道 先飞行几个月 才能够飞行火星 预计明年将可进入火星轨道 再围绕火星飞行 到时将要耗用大约一半燃料 产生转向和逆向动力 由时速超过12万公里 减速到近2万公里 由于无线电信号 要十几分钟以上传回地球 希望号进入火星轨道的过程 将要完全依靠自动运作 之后亦都会进入火星背面 中断通讯一段时间 环绕火星飞行期间 希望号将会收集全火星大气层 和气候数据等 希望号搭载了同爱同紫外光谱仪 和多波段成像仪协助任务 今年可以说是火星探索热闹的一年 中国亦都准备在今个月底到下个月中 发射天文一号探测器到火星 美国就预计最快在今个月30号 发射艺力号探测车到火星 有线电视机车的健身不到 所以 首次应用